奧吐兩岸潮 浮沉吹血落 自己監照 中秋的時候 蘇東波曾經望望天上的月光 有很大的感觸 當然蘇東波很喜歡道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基本上就是 老子教導我們看宇宙漫物 有很偉大的宇宙的規則 宇宙的根源都是由道來的 人生如果看莊子 人可以轉化 就像一條大嶼 可以轉化成為一個大磐鳥飛上天空 人或是可以逍遙的 與宇宙的真理相往來 是與真理相相相的 老莊的思想 教導我們觀察宇宙的大美 由欣賞人生 看看人生有沒有轉化 向更美好的可能性 同時 蘇東波也很喜歡佛家的思想 佛家教導我們看人生 一切都是變化無常 因緣起滅 沒有幾個永恆 所以人生就不要這麼執著 不要太執著名利富貴 或者你得到的東西 因為它始終從無常的變化中 是消歸於宇宙無盡的變化 是沒有永恆的存在 萬物是都沒有永恆的實體 看透到萬事皆空 佛家思想都是教導我們 去看透萬物的虛空 然後 宋宇宙波當然是跟從儒家的思想 孔萬之道 教導我們反省我們的內心 以為人是有良知的 人會發覺對他人的苦難會有不安樂 這種對人的不安樂是一種人愛的心 而這些人愛的心應該是來自天的 通過對聖經的研究 我找到原來這個上天 聖經叫上帝 中國古人都叫有個最高的皇天上帝 在聖經裡就說到 這個最高的上帝 是主動來過人間和人類交往 這個叫道成肉身 在漢哀帝建平二年 中國歷史漢書記錄了 出了一顆好光的星起天下 而且這顆星就出了七十天 是一個很長的時段 以前觀天象的人就說 這是有大事出現 而且有新的開始 而且牽牛星 牽牛星的牛是代表犧牲的 犧牲就是獻給皇天上帝的一隻牛 他有一個通過犧牲死亡 而替人類贖罪 是這樣的意思 當時其實漢哀帝時期是西漢的末年 是很多危險和橫難的時期 所以看見這顆星 就說可能是在遠方有一個新的開始 這個新的開始 引導到一些博士去找尋這顆星 這個就是漢書沒有記載 但是卻是記載在另一個材料上 就是在敘利亞 有一份用古代敘利亞文 即是耶穌用的語言 亞馬文寫的材料 第二世紀曾經有批人記錄了 就是天上有顆星的出現 而在一個最遠的東方的國 即是指中國 這個國就是那些智者 那些很寧靜修養的人 他看到天地那種特色 他們就去找尋這顆星 結果去到百利行找到耶穌基督 其實耶穌基督就是天地的親情 天上的父親來到人間 告訴別人 人類可以通回到這個親情 在《光臨多前書》第四章第十五節 說到 師父須有一萬,為父卻不多 找回父親都是很重要 偉大的聖人節人是我們的師父 教育了我們做人的道理 我們說到宇宙的傲秘 人間的美善 但找回一個宇宙的親情 與宇宙的美善溝通 是由耶穌基督帶給我們的 讓我們找回這種天地的親情 在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都是與家人團圓 而且人越團圓 人與天地有團圓 其實中國文化很重視一件事 就是人與宇宙的和諧 所以我們說天人合一 就是宇宙的人愛 那種的道理在我們本性裡面 所以我們是有良知 有人愛的 然後我們人與宇宙的和諧 有人與人的和諧 有人與自己的和諧 其實我們很重視家人的團圓 但是這個與宇宙的團圓 與天地的人愛 天上的父親的團圓 又是甚麼的團圓呢 這就是讓你生命 極之喜樂的一個開始 就是因為人的 種種多年下來的苦楚 一次我上帝去除清洗 和你一起擔當 由我很多年下來 我的自私 我的醜惡 我的罪 亦是一次我清洗 讓我完全結智 回到宇宙的終極真理 那種情的交換當中 其實今天你都可以經歷 這種天地而來的美好 不如我們又一起唱一下 滄海一聲笑 滄海一聲笑 滔滔兩岸潮 浮沉吹血落看 自己的陷天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親愛天父 永活的真神 起這個時刻 我們每一個都來到你的面前 帶著我們的過去 我們一生有個痛苦你很清楚 求你安慰我們的心 我們所有的受過的傷害 求你醫治 我們所有的罪 我們向你承認 我們有錯 我們無論思想或行為 有很多的罪過 求你這個時刻 全部潔淨 全部寬恕 讓我們的心得到釋放 我們的一生 無論我們自己或是家人 都蒙你祝福 也將祝福帶給其他人 求聖靈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每一刻活得又喜樂 感謝你天父讓我們得救 為此討告奉主耶穌基督名祈禱 阿門 你剛才和我一起祈禱 其實我們主辦機構 會有個禮物送給你的 上面有個I字 你按一按 下面有個電話 你可以聯絡 都可以接觸到 讓我們機構可以和你聊天 關心你 有禮物送給你的 願你的一生 有祝福 有信亡愛 與你同在